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凡是参与赌博的人一经发现都会要接受公安机关的处理 可是在陕西城宝鸡市却有一名男子明明自己参与了赌博 他却走进了公安局去报案 那么他这个葫芦里卖的到底什么样呢 为什么这个男子不怕公安机关处理呢 这是一段被人偷偷用手机录下来的视频 拍视频的人并非善类 而是一起案件当中的犯罪嫌疑人 画面中的三名男子看上去就像老朋友一般的亲热 不过视频里右边玩手机的这名男子 不久之后走进了陕西城宝鸡市陈仓区公安局爆烂 他要举报的竟然就是视频里左边的两名男子 他说是被骗了 但是我们感觉因为我们这么长时间 就从我从今这么长时间来 没有说是接到这种类似的报案 当时感觉好像是 好像是运气不太好 也没太多想 亲近朋友提醒我以后 我仔细一想应该是受骗 报案人名叫孟军 宝鸡市千阳县人 今年51岁 是一名获得司机 平时以跑运输为生 他说自己是在赌博的时候被人骗了 赌博被骗 这样的报案确实不多见 刚开始就以为他是不是赌博书籍了 想通过这个警方是不是能给他 追回他这个牌桌上 就是赌博桌子上输的钱 我感觉他是不是有这种企图 公安民警在日常的街景中 其实也碰到了有人输了钱想追回来 于是采取报案的方法来索取 那么这个孟军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呢 民警怀疑这赌博本来就是违法的勾当 哪有人跑到公安局说自己参与赌博的呢 要么就是这个人梳红眼来报假案 还有一种可能 这孟军是真的被人给吓套了 有这么一点感觉说是觉得不对劲 但是他也不知道说不出来是为什么 他能把这个钱收 在民警的反复询问中呢 孟军一直说自己输钱了 而且输得不正常 那么孟军到底参与这场什么样的牌局 这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赌博厂上的一段录音录像 这是一段手机透露下来的录音 记录下了案发现场真实的一幕 故事的开头 还得要从录音里的这个叫小李的人说起 孟军遭遇的这场恶运 就是从这个叫小李的人开始的 看到有业务上门 孟军一下子就来精神了 问对方是什么活 说是有这么电焊机啊 什么这些小东西 工程上用的小东西需要拉货 来人自称李主任 让孟军叫他小李 孟军说听口音 小李明显不是陕西人 按照我们的说法 他就听不懂 就是他反正不是本地口音 他听光是 只能判断是普通话 谈妥了运费之后 李主任上了孟军的车 两个人从千阳县到了陈仓区 他就把车停在边上 然后就是跟着他到了这个 半坡的一个路南的一个宾馆里头 您看这拉货怎么拉到了宾馆里了呢 其实很简单 原来在路上的时候 李主任就接到了公司的一个电话 公司的王会计说呢 情况有点小变化 还要等一下子 不过呢 司机不要辞退 免得再请 浪费的时间呢 他们公司也会做出相应的补偿 会计就跟他说了 说是这批话暂时拉不了 因为库管不在 让李主任把这个司机呢 先领到这个宾馆里 这孟军开着货车在外面呢 也不是一天到晚有生意的 看到对方答应给自己一点补偿 想想自己闲着也闲着 于是呢 他也就跟着李主任到宾馆去休息一下了 一进宾馆房间的门 孟军发现 里边可热热了 经过李主任介绍 现场还有两个老板 就是冯老板和刘老板 孟军呢 就在一边 然后人家那四个人就开始打牌了 说是反正也闲着没事 好像比大小 我当时看了一下 好像很简单 对子比点子大 对子最大的是对开 最小的是对尖 如果不是对子是花点 两个树相加取尾号 比如说 一加八是九 九点 六加七 是十三 取尾号就是三点 九点大于三点 最开始呢 孟军只是一个旁观者 坐在旁边看热闹 几个回合下来啊 王会计的手细那是相当好 赢了好几把 他们四个人 每人先摸两张牌 接牌看大小 他们其余的三个人 故意不上 让王会计来赢钱 打着打着 王会计突然接了一个电话 要离开一会儿 说是老板叫他有事 我就让孟某替他打 这打牌最怕什么呢 那就是怕三缺一 现在少了一个人 那么这个牌局就玩不成了 这三个大男人 待在宾馆里 无所事事 那多不了啊 所以呢 当时另外三个人就开劝了 想要孟军 也上来打几圈 孟军说 我不会打呀 旁边三个人 就开始手把手地教孟军 这其实呢 就是一人抓两张牌 比这个点子的大小而已 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的 你要不打 我们三个也玩不成了 这个劝他一句 那个劝他一句 你说你来吧来吧 输赢呢 都是算人家王会计的 看着王会计之前的手机这么好 赢的赌资 也都摆在桌上 孟军呢 于是就坐到了牌桌上 代替王会计打起了牌 孟军心想 这输也不会输自己的 等下自己还要帮人家去装货 玩玩应该也没什么 这 这还容易 赢了好几把 赢了一千多块 两千块钱呢 牌点数大还是小 他们都会把牌 都会不跟牌 或者跟几轮之后 再将牌扔掉 这牌才打了几轮 孟军呢 就赢了两千多块 只是呢 这钱全部是人家王会计的 孟军只是过了过牌饮而已 想到赚钱这么容易 运气又这么好 孟军开始有点后悔自己 前面不敢上了 干嘛还输赢归人家王会计呢 要是能归自己 那给多好啊 感觉这家来钱挺好 也很容易 看着自己的运气超好 终于啊 孟军就说了 接下来啊 我自己上 这输赢都算我自己的 经过这个四五轮过后 这一副牌也几乎摸完了 他们就会当着孟母的这个面 重新洗牌 新的一局开始了 孟军一看手里的两张牌 心里边是一阵窃息 这两张牌一摸 哎呀 这牌比较大 孟军手里的竟然是一对圈 按照这种牌的规则 只有老K能够大过圈 孟军暗自盘算 这一局里头 自己的牌应该是最大的了 应该说呢 孟军的分析也不无道理啊 不管是从概率上来推算 还是从个人的经验上来看 孟军的牌都应该是最大的 那么这亲自上阵的牌局 孟军这一下子能赢多少呢 稍后我们接着看 对Q败在老K手下 志在毕胜的司机满盘几书 他觉得对方那个牌 可能没有他的大 人家对方那个人也不起牌 对家也不起牌 就不停地上 连这个表呀 什么都压上了 他自己没起 威胁 恐吓 善心人刘老板 露出猙獰面目 这个李主任又说是你 前面谁借过他的钱 当时都没还 人家这个坟老板抓住以后 把腿胳膊都打了 请君入望的迷幻牌局 拍案正在播出 前面我们说到了 司机孟军跑进了宝记市陈仓局公安局报案 说自己在牌桌上赌博 被人下套 骗走了两万两千四百块钱 民警一问 他说这帮人是他接运输业务的时候认识的陌生人 开始只是顶替王会计打牌的 可是接连不断的好手气 让他一时迷了心窍 决定这次输赢都算自己的 而且还加大了鸭的筹码 为什么自己变得这么疯狂了呢 因为他手里抓到了一对圈 按照这种牌的大小规则 一副牌里边 只有一对K能够吃住一对圈 只是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他觉得对方那个牌可能没有他的大 人家对方那个人也不起牌 对家也不起牌 就不停的上 连这个表呀什么都压上了 他自己没钱 孟军来陈仓跑运输赚钱 他的身上呢也就带了七八百块 他们这个规则就是比如说 孟某上一签的话 这个冯老板就上两签 孟某如果再想跟住的话 就必须四签八签 就是这样一倍一倍翻着跟住 红了眼的孟军疯狂的家住 可是呢他是真没钱了 这个时候现场那位姓刘的老板 说话了 这旁边就是老板说 没钱我上钱吧 我给你借嘛 你到时候赢了给我买两条烟就行了 一共借了两万多块钱 这全部压上 赌场上一般是有人专门放高利贷的 而一同打牌的刘老板呢 愿意借钱给孟军 俗话说 这钱就是人的胆呢 这一下子有钱可以压住 孟军于是也不断地接着根 他最终一把就压上了两万多块 两万两千四百块钱 这是孟军向刘老板借的赌资 好了 可以开牌了 就在大伙晾牌的一瞬间 孟军是感觉从头梁到了脚 这天都要塌了 压上以后啪 一起牌 这个开牌之后发现这个孟老板 人家拿的是一个对抬 谁承想啊 开牌之后 孟老板竟然用一对老K 完胜了孟军 这个李主任又说是你 前面C借过他的钱 当时都没还 人家这个孟老板抓住以后 把腿的胳膊都打断 看来输给孟老板的两万多 是必须要给的 可是呢 这钱是找刘老板借的 孟军这个时候只好对刘老板说了 钱没有 只有自己的货车 人家看 我就知道 我经常给我吃 对不对 你出的 你出的一样 我等一下吃饭怎么吃 这么不能当前死 对不对 于是孟军就被这帮人给控制住了 他们有唱红脸的 有唱白脸的 左一句右一句用语言来炮轰孟军 目的只有一个 逼着他还钱给债主刘老板 这个孟某是个平时就说也比较老实 没见过这种场面 你看这场面害怕了 在刘某等人的这个胁迫威胁之下吧 孟某就是给亲戚朋友打电话 谎称自己 在外地出了交通事故 要给人家赔钱 当索签的赌债 打款到了孟军的银行卡账户之后 这帮人向他索要了密码 冯老板就拿着孟军的银行卡 去ATM机取了钱 成功取到钱之后 冯老板电话通知了客房内的 其他嫌疑人 这帮人在离开之前 竟然继续假惺惺惺的演气 于是一帮人是坐鸟树散般地离开了 直到人去楼空 自己钱输光了 还背负了两万多块钱的债务 孟军这才猛然发现不对劲 这几个人 他们应该就是职业骗子 这帮人从哪里来 作案之后又去了哪里呢 其实他们是有交通工具的 他把这个车 放在这个离宾馆 还比较远的地方 中赋的越野车 最后我们根据研判出来 这个牌照是一个 苏沟牌照的外地车 当时查了以后 这个车主是一个姓李的 是个女的名字 这就奇了怪了 嫌疑人分明是四个男的 这名女子又是什么人呢 警方决定以车找人 果然监控视频出现了嫌疑人的身影 这个时间点是在案发之前 这辆苏沟牌照的越野车 出现在我们国阵东大街 冯老板和这个王会计 首先下了车 下车之后 朝我们画面的左手侧离开 然后这辆苏沟牌照的越野车 驶进了巷子 当这个冯老板和王会计 从画面中消失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刘老板 巷子的顶头出来 他应该将车停到了巷子里边之后 将车藏起来 然后步行 从巷子里面出来 这帮人接下来要找的地方 就是宾馆 为他们下一步实施作案 做准备 同时 根据孟军所提供的 嫌疑人的电话号码 民警展开了侦查 最终在梅县附近 也发现了这两个人的踪迹 他俩在案发之前 先在这个梅县一个手机卖场 用这个别人的身份证 发了两张手机卡 这个卡就主要是用来 联系这个受害人梅县 民线追踪 警方发现 这伙嫌疑人 在8月18号的下午6点左右 出现在了安康市的平利县 专案组民警连夜赶往平利 发现了嫌疑车辆 在19号凌晨7点左右 在平利县 把四名上车外出 准备再次作案的嫌疑人 成功抓获 当场查获这个团伙作案时 用了大量的波克牌 以及9万多元的现金 刘某是个前科人员 当时我们就想 这是比较难啃的一个骨头 就先问他 知道啥事不 我知道 我说啥事 我们几个骗人家钱了 他一说这 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我说咋骗的 我们就拿扑克牌比大小 然后中间就 把这个牌就换了 刘小刚 江苏省涉阳县人 生于1970年 他就是所谓的刘老板 团伙的核心人物 之前有过这类诈骗的前科 刘小刚是这个诈骗团伙的主犯 他说的话 让人一下子还难以弄明白 而受害人回忆了整个过程 也压根就没有看到 他们动过手脚 这孟军明明看到牌 反复洗过了的 自己抓到的是一对圈 按照常理 碰上一对比他大的K的可能性很小 那么刘小刚 他们为什么能够亮出 一对K的大牌 这里边到底暗藏着什么玄机呢 看似正常的牌局 到底藏着怎样的猫腻 这个赌钱嘛 这个是难听点 在电视上是随着电影的 谁都看着 赌鬼赌鬼 红赌壁 事先的精心安排 他们到底是如何骗过受害者 假如说一对老片最大 他拿了一对圈 他舍得放弃嘛 请君入旺的迷幻牌局 拍案正在播出 我们说到陕西宝基的司机 孟军被一帮陌生人下了套 稀里糊涂的被拉到了牌桌上 从来不赌博的他呢 竟然在一把牌之后 输掉了两万多 孟军经过亲戚提醒 发现自己被骗了 这起离奇的扑克牌杖命案 才得以浮出了水面 保际市公安局陈仓分局 经过研判发现 这是一伙江苏籍的犯罪嫌疑人 这四名男子团伙作案 常年流窜全国各地 以招揽中长途货车司机 为诈骗的对象 诱骗对方参与赌博 对他们实施诈骗 之前提到的嫌疑人刘小刚 就是冒充的债主刘老板 在这个打牌涉赌环节中 主要是给受害人借钱 如果在这个受害人 钱款还不上的时候 又以各种语言威胁恐吓 受害人 这个赌钱嘛 这个是难听点 在电视上 是随着地眼睛的 谁都看出 赌鬼赌鬼 逢赌毕无 涉案的那辆江苏牌照的 遇血车就是刘小刚妻子的 这也就是合理解释了 在侦察阶段 为什么驾照 是一名姓李的女子 所持有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认识一下 二号人物 这个李主任 她是受害人接触到的 第一个人 李主任的名叫李平 也是江苏涉阳建人 生于1986年 李主任在这个团伙中 主要扮演是寻找受害者 他一般会在当地的货用市场 专门找那些看上去 比较忠厚老实 容易上当受骗的货车司机 一般上来年纪 他没有那种防备性 就是我去找他的时候 这就是以到工地上来拖东西为有 然后就是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带到这个城上 赢家冯老板 由犯罪嫌疑人冯萍来扮演 冯萍呢 江苏涉阳人 生于1986年 他在这个赌局当中 主要扮演最后一局 赢钱的这个角色 赌局里头很关键的一个人 就是这个王会计 受害人呢 正是顶替这个人上场的 犯罪嫌疑人耿勇 江苏省涉阳县人 生于1987年 他是一个缝堵毕营的角色 然后在打牌过程中 他会以这个接电话 借过离开 将这个赚钱的好位子 留给受害者 他最开始有没有拒绝 他不想玩 没有一般基本上他多玩 他也有能懂贪欲 王会计接到的电话 实际上是这个刘老板 偷偷打给他 四个人基本上都是 就一个年龄大点 就给他借钱那个 那个老板年龄大点 剩下都是年轻小伙 就是当司机的面 洗过牌之后 然后就倒水嘛 倒水然后就把牌换了 嫌疑人耿勇解读了骗书中 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那就是声东击西 引开受害人的注意力 原来啊 孟军看到对方反复洗了牌 这是千真万确的 但是呢 其实这伙人暗地里 还藏有好几副牌呢 那几副牌 已经视线按照顺序排列好了 这样 不管他们抽出来的是 哪副扑克牌 孟军一定会拿到一对圈 而冯老板一定会拿到一对K 这起诈骗案 最最关键的是 要引开孟军的视线 才好换上他们 早就排好了顺序的扑克牌 他们就会让孟母去倒水 拿烟 我就说 你帮我去倒那杯倒水 他肯定来这个台 跟我们完排的这个台 他肯定走开 对不对 你走开了吗 我把那副牌换上了 就行了 这时候他们会将提前 整理好顺序的这个牌 换上桌 这副牌里头 其实就暗藏着这样的机关 原理很简单 这四个人 座位上的顺序 是嫌疑人们早就设计好的 一般就是你们三个 扮演这个角色固定 就是谁拿大牌 就是一直每次 每次做这个事情都固定 总为拿大 牌里的前八张扑克牌 就是根据座位排放的 受害人摸两根之后 手里肯定就是一对圈 嫌疑人冯萍则是一对老K 将这个八张 排好顺序的牌 分散给四个人 孟某拿到牌之后 一般就是属于比较大的牌 孟某在拿到牌之后 肯定会 一对K肯定能持住一对圈 所以信心满满 吓住很多的受害人 在这一把里 就直接成为了输家 他拿点子一看 我的点子也挺大的 对不对吧 假如说 他拿了一对老K最大 他拿了一对圈 他手的放弃 说到底啊 这样的诈骗手法很激烈 可是呢 这帮人为了筹划整个骗局 可谓是煞费苦心 四名犯罪嫌疑人 就是对这个孟某 诈骗实施成功 其实就是在一局当中 几分钟的时间 但是这四名犯罪嫌疑人 在前期铺垫 就包括从最开始叫车 到后面开房间 设赌局 这个前期做的铺垫 当实施诈骗得手之后 冒充王会计的嫌疑人 耿涌去银行取钱的时候 也和开房的时候一样 戴着一副眼镜 来当道具 百般的遮掩 嫌疑人在我们卫南市 呈现作案后 在银行区块区的方面 2017年8月 这个团伙流算到了 陕西省河阳县 富平县 城县和保际市区 作案四起 涉案金额 总计7万多元 节目开头呢 那段简短的视频 以及音频 就是嫌疑人 在案发现场 偷拍下来取乐的 其实呢 嫌疑人冯平 误色了不少的司机 这并非每次都能够 顺利地得手 这其中呢 也不乏有没上当的人 能不能入套 其实呢 就在人的一念之间 这个孟某一步步落入 这四名犯罪嫌疑人的 圈套当中 作为他自己来说 还是没有很高的警惕性 因为从最开始 这个李主任 在叫他的时候 他作为一个货车司机来说 没有去核实对方 对方的身份 上当受骗的最根本因素 还是人的贪欲心在作祟 有便宜可占 何乐而不为呢 不管是此类的接触性诈骗 还是现在那种 网络通信类诈骗 不管骗子的手法有多高明 作为我们来说 只要杜绝心中的贪念 是啊 杜绝贪念 才是防骗最根本的法宝 以这起案件为例 前期让孟军赚钱 真实的目的 就是引诱他上钩 遗憾的是呢 孟军在前边根本没有识破 现在啊 社会上行星色色的骗子 实在是太多了 骗局也太多了 花样层出不穷 要在最开始的时候 就能够识破骗局 对普通人来说呢 当然有些困难 但是呢 我们只要剔除自己 心中的贪念 就不会轻易地 受到骗子的蒙蔽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拍案 明天见 谁是凶手 明天见